法國又有一幅名畫被潑汁 今次遭殃的是印象派畫家莫奈的作品Lupartum 兩名環保分子用湯汁潑向畫作 並且呼籲大眾必須立即為環保採取行動 免得為時已晚 兩人所屬的當地環保團體《食物的反擊》 亦都在社交平台承認責任 而今次亦都不是這個組織首次向畫作潑汁 一月的時候在巴黎羅浮宮博物館 對蒙羅麗莎潑汁的人 亦都是他們的成員 而今次事發之後 兩名環保分子已經被捕 藝術館方面亦都指將會受事件提高